立委复昆琪特别和交通委员会考察了花莲0918正后灾区 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等相关主管机关也都共同线刊 现场徐政委立委复昆琪都表示 希望以目前首要解决的道路用水通讯问题 要让民众赶快恢复正常生活 委员复昆琪10月24号跟交通委员会考察花莲0918正灾后的灾区 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等相关主管机关也都共同来线刊 花莲宪县长徐政委以及立法委员傅昆琪表示 希望以目前首要解决的道路用水通讯问题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要NCC立刻加强这边的通讯 要身上不要断线 第二个就是请我们水保局 还有我们相公所 县政府农业处 还有这个领务局 共同把 我们在地相亲讲的那条 那条临班道能不能成为替代道 做一个实地勘察 水保局 林务局 县政府 公所 还有县委一起来 看有没有新的比较好 可以走的路把它找出来 另外学政委则是针对自来水接管部分说明 由于这次震灾 玉里富里佐西等地区部分水脉垄断 必须要尽快办理盐管工程 让民众不要无水可用 自来水管到这里 现在是希望能够上来到这里 因为大部分的速度都在这里 这里到这里大概有三公里 这次地震造成六石石山 以及志克山农业道路严重落实跟摊房 会尽速将道路修缮完毕 做好边坡防护 阻隔落实掉落 县政府的灾害的准备金 那么都可以先出印 那不主流中央来出印 这这个 都一直算 傅昆奇最后也说 0918震灾让花东地区严重受损 严重了影响交通 观光教育 民生等等 希望中央尽快完成 花东地区的在后重建 让花东地区 恢复过往的繁荣 记者综合报导